大家看蹊跷的事情出现了,湖心里的遗体居然在人们搜索过多次的地方,也就是学校的后山被发现了 亲属美人说,这个地方我们也搜索过多次,没有发现小湖的任何遗迹 怎么突然遗体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了呢? 湖心里的遗体被送到医院之后,医院称很快的就做了尸检,然后就火化了 家属也再就看不到湖心里的遗体了 只知道湖心里的身上有十元人民币 看到这儿大家不仅要问,这个是不是基本安排的漏洞未免太大了吧? 一百多天的遗体在山上居然不腐烂 接下来我们看朗速莎士比亚的诗居然被拘捕了 我给大家念一首沙士比亚的诗 好 就喜欢文化人 不好意思啊 沙士比亚,我怎么能把你来比作夏天?你不独比他可爱,也比他温婉 黄蜂,黄蜂把五月宠爱的内蕊作戒 夏天初恋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天生的眼睛有时皱得太惨烈 因为他那禀要的金眼又长遭掩蔽被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残 没有封印不忠于丢弃或销毁 但是你的长线永远不会凋落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洪峰 或死神花口你在他盈利漂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间通常 只要有一天有人泪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成存并且赐给你生命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言论自由 好